大家好,欢迎观看千锋UI设计学院的Adobe Photoshop CC2019基础课程 我是本套课程的主角老师知识 从今天这节课开始,我们将来学习一下调色 那首先呢,对于颜色的调整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在哪里可以调出这个调整层 首先在图层面板下方有这样七个小按钮 然后我们看一下蒙版后边的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呢就是一个小圆圈 有一半空心,一半是白色 那我们单击一下,它呢就是可以去创建新的填充 或者是新的调整层 那里边呢就有一系列的调色 像是我们和颜色相关的,可以去调整色彩平衡 色相饱和度,那么自然饱和度 还有可选颜色,包括黑白等等 这些的话呢都是可以进行调色的 这是一种,那么还有一种的话呢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图像菜单下面 它是具有调整啊,这一个命令的 然后后边所跟着的这些呢 就是我们的可调整的一些选项啊 像是有亮度对比度呀,曲线呀,色相保护度,黑白等等 跟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样的,对吧 那么其实这两种调整的它是具有一定区别的 我们先一个个来看啊 咱们就先从这个图像菜单栏这里调整 我们调出这个色相保护度来 这是我们这几个需要讲的 那么它的快捷命令呢 就是Ctrl加上U键 或者说是苹果的这个Command键 花键啊,加上U键 那么可以调出色相保护度 它的一个面板来 然后我们呢,先简单的去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比如说咱们在这里呢 给它色相,调整一下 整个人啊,让它变绿了 对吧,我现在呢就是随意调整啊 确定,大家来看一下效果 好,稍等一下 确定,那确定之后呢 你看背景这里啊 它就是说整个背景图层它就改变了 对吧,就有改变啊 这个图片呢其实就给 完全给它变化了 好,Ctrl加Z 这是我们刚刚使用图像菜单下面的命令啊 调整命令去给它做一个调整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调整层这里 好,同样的打开色相保护度 好,它会出现一个属性面板 跟刚刚的窗口其实是一样的啊 然后呢,你还是让它变成绿色 好,OK 那我们来看啊 这个视图区域呢,它没有什么变化 就跟之前呢是差不多的 都是边绿了 但是图层面板这里呢 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 是什么,这里呢有一个新的调整层 对吧,就是色相保护度的一个调整层 然后我们下面的背景其实还是原来的样子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将上方的色相保护度的图层啊 给它这个小眼睛关闭 它是不是下方的背景还是之前的样子没有被破坏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调整命令啊 调整菜单和咱们的调整层它的一个区别 那么我们会发现使用调整层的话呢 它不会破坏原来的图片 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但是呢它也是有 还有其他的用法啊 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说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色相保护度呢给它删掉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下面啊 画一个矩形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画一个矩形 这个矩形呢我们给它填一个其他的颜色 比如说我们就填一个 嗯这种棕色 啊填一个这种棕色 之后呢咱们接下来啊 再去创建一个新的调整层 色相保护度 好那么我们现在进行一个调整 啊进行一个调整 呃我应该是把这个先删掉啊 给它改一个 就是跟我们的画面颜色不太一样的 你们看的会更清楚一些 比如说改一个这种红色 然后呢再去新建一个色相保护度 好我们同样的调整 对吧调整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矩形呀它也变色了 背景也变色了 也就是说色相保护度呢 它下方的所有图层都会发生变化 对吧 也就是说它可以调整下面的所有图层啊 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我们总会遇到哪种情况呢 我只想调整下方的这个矩形 不想调整这个背景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肯定呢也是有办法的啊 这里呢其实就用到了一个剪贴蒙版 或者说呢我们把这个属性面板打开来看一下啊 它下方这里有一个按钮 就是单击呢可以剪切到图层 啊当你单击一下的话 你会发现什么 它变化的只有下方的这个矩形 然后背景呢没有发生变化 好关闭打开 关闭打开 变化的呢是不是只有这个矩形 对吧 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去给它创建了一个减切啊 减切到下方单个图层 那其实跟减切蒙版的一个创建以及释放呢是一样的 按住out键把鼠标放在这两个图层中间 可以取消 对吧 然后整个图层又所有图层又发生变化 那按住out键把鼠标放在两个图层中间 单击可以创建啊 那么它呢就针对下方的这一个图层进行一个调色 好这是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整体的这个图层 调整层啊这个调整图层和我们的图像这里的调整命令啊 它的一个区别 好然后咱们下面呢把这个矩形删掉 我们来看一下色相饱和度啊 它里边的这些属性都有哪些 首先第一个色相 这个色相的话呢 其实就是颜色的一个基本属性 它具体是什么颜色的 现在呢它是什么颜色 现在它是粉色对吧 或者说是霉红色 然后这个紫色青蓝色啊青色对吧 然后什么这个黄色偏黄黄绿色 然后这个青色对吧 就是一个它的一个基本属性啊 红的黄的蓝的绿的 这个就是色相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饱和度 饱和度呢其实就是颜色的鲜艳程度 那当你饱和度增加的话 你整个画面的颜色都变得非常鲜艳 啊当你饱和度降低的时候 你看它整个画面的色彩是不是就没有那么艳丽了 对吧而且它会降到极限的时候啊 它会变成黑白的啊 这里的话呢就是色相呃 饱和度啊饱和度的一个概念 然后对于明度它是什么呢 明度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哎 让它变的增量对吧就是变量 然后左侧这里呢它就是变暗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明度的调整 好对于下方的着色这里啊就是让我们整个图像呢 它是一个单一的色调去展示它 当我们勾选上着色的时候 整个画面的色调呢就都是一样的了啊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色相饱和度的一个面板 然后除此之外呢 你像我们刚刚在去调整颜色的时候 它都是针对整张图像进行一个调整的 那我们还可以单独的去选择一些特定的颜色 比如说我们就来调整一下红色 那对于红色的话呢你看 我们可以给它哎 加强保护度啊对吧 或者说是降低保护度呀 然后还有就是做一个色相的一个调整等等啊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去选择它的一个范围 呃之后的话呢就是呃其他的我们来看这里有一个吸管啊 有一个吸管 好我们是针对的是一个全图的一个模式 咱们针对一个红色的一个模式吧 然后去吸一下 好去吸一下啊 或者说是我们针对一个黄色的模式 去吸一下 好去吸一下啊 那么这里呢就会出现它一个容差值 然后我们去调整 对吧 再去做一系列调整 那你还可以去加选一阶 减选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切换到这个全图这里 切换到全图 那么对于这个色相饱和度一个最基本的属性啊 色相饱和度还有明度 大家呢要做一个了解 之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呃练习 像是这样的一个练习啊 就把它做一个四分图 之后每个图像啊 每一部分图像的颜色呢 做一个调整 好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去框一下啊 嗯大家呢可以去用借助参考线或者说是直接画一条黑色的直线 按住shift键啊 画一条黑色的直线 好然后呢我们是把它和下方的背景啊 这两个图层选中按住ctrl键去加选啊 选中这两个图层之后 我们让它去做一个这个 聚中对齐 对吧垂直聚中对齐 好然后接下来咱们再来画一条垂直的线 按住shift键画一条垂直 然后选中这个呃直线之后 按住ctrl键去加选一下它的背景 对吧 按住ctrl键 然后我们还是在移动工具下去给它做一个对齐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很平均的一个四分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使用选框工具啊 就是我们的选区它的一个特性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局部去做一个调整 对吧 好我们框选住这一部分 之后将这一部分的背景这一块啊 好我们可以直接ctrl加u 就用咱们刚刚图像下面的那个调整 好给它去调一个色相 呃或者说我们这里呢就直接把它的保护度降低 对吧 降低一个保护度 好ctrl加d取消选区 然后同样的你用这个选框工具 继续框选住这一部分 好ctrl加u ctrl加u 我们去给它变一个颜色 呃变一个绿色 好ctrl加d取消选区 然后再来把这个下面这一块给它框选住 okctrl加u 然后我们再来给它变一个红色 好ctrl加d取消选区 最后一个啊 ctrl加u 我们将它变成黑白的 那么就把保护度降到负100 好确定ctrl加d取消选区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给它做了一个四分 对吧 大家还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装饰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圆形 好用一个圆形 呃这个圆形的话呢是不要填充的 给它一个白色的描边 呃可以给一个白色描边 或者是黑色描边都可以啊 呃咱们给一个黑色描边吧 好我们把它的颜色改成黑色 呃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ctrl加j啊 复制一层 ctrl加t 让它等比的去做一个缩小 啊等比做一个缩小 这两个的话呢都等比再去缩小一点 有点太大了 好里边的话我们再来缩小 ok 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呃制作的一个四分的一个 呃效果啊 四分图的一个效果 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个局部的一个流色 比如说这是一张这个呃照片 然后我们可以做成这种局部流色啊 只把花的颜色留下 其他的颜色呢变成这个保护度去降低它 对吧 好那么这里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使用快速选择工具啊 你像是我们把这个部分给它选中 好吧 上面也选中 把它人物这一块选中啊 只把它这个花这一块不要选择 按住out键可以从选区里面减去 好这样减去它 然后我们再加选上 这一点啊 可以稍微放大一点 ok现在呢差不多就是把它周围的地方给它选择了 选择好了之后啊 我们cutture加油 同样的这里要给它去做一个呃局部的保护度降低 cutture加油 然后我们将它的保护度呢去做一个降低 好保护度再降低 不要降到这个-100啊 就让它稍微有一点点颜色就好 好cutture加低取消选区 那大家来看一下啊 这就是做一个局部留色的一个效果 对吧 局部留色的一个效果啊 好那么我们当然还可以把这一部分颜色给它去做一个调整 是不是还是用快速选择工具 对吧 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选中 好将这一部分勾选上啊 选中之后呢我们cutture加油 来给它做一个色相保护度的一个调整 把颜色变得鲜艳一些 好然后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效果啊 好咱们今天的话呢 呃色相保护度的一个知识呢 就讲到这里了 大家结合着素材课下做一个练习 好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同学们拜拜